看1930的問題 1930的問題 他要請教你 在山地可以種子新地瓜和栗子南瓜 如果是在當中 現在這個時間可以嗎 還是要再什麼季節 包括他的官吏 和別的紅地工作 栗子南瓜這段 我是比較不建議 當然山地你種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 對老婆接老婆這個問題就改過了 所以這在山地沒差 一般來說 通常在我們在財布的這種過類 並說像南瓜這也是一樣 這都沒有問題 這山地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知道我這種特性 並說像栗子南瓜這個 這個不可能 這有可能的就是這個 可能他對這個高溫 比較不耐心 這山很容易到那個 很容易到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白粉餅 所以 這很難 社長到白粉餅大概可能就沒量了 大概就沒有什麼量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這個栗子南瓜通常比較不耐熱 因為有的像 那國產的這個栗子還好 國產的這種栗子沒問題 因為國產的這種栗子還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是靜靠的這種栗子 當然是很好的 這個栗子真的不錯 這個 品質真的很不錯 但是問題是說 它對這個溫度的一個耐塑性很差 所以通常 靜靜的這個時候是不可以靜 我個人是一人說 這個時候你在靜靜子南瓜 如果是靜靠的 國內的這個品質 可能要再拚看看 沒得到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是我們在北關里 要稍微知道 這個栗子南瓜 因為 生長生比較弱 因為在原意學上 我們是叫做西洋南瓜 西洋南瓜 它的生長是沒有中國南瓜 所以就都 放在那裡走 放在那裡走 所以這不災新 這一般 你在西洋北裡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來說 應該是可以 稍微做一下了解 這個是確實是可以 這時候是不適合 這時候 沒有什麼適合去做 如果是 國產的品種 應該是沒問題 要去擠 就是說 這個不災新 這樣 它跟中國南瓜不一樣 中國南瓜你會當災新 買當不災新 這個例子南瓜一般來說是不災新 那個石 只有這樣 因為這種色澤上 其實只有有一種 這個植色 植化素 植物的化學 這種通常就是說 只要是有顏色的 有顏色的 這個還不錯 顏色其實對我們人 人家吃一些 這種東西 你不能看那個石 其實 它真正的成分 都只有一點 天天天天天 很少 它的業 但是這種 這種植化素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一個 抗氧化的前驅物 並說像 這個紫色 這是花青素來造成的 這個花青素 它就是一個抗氧化 前驅物質 抗氧化就是 我們吃一些沙不如的東西 然後用這個就說 簡單 我們有的人在說 吃這個改毒 它可能就是這種 所以這個膳食纖維是很不錯 我們現在目前在種的 這個 蚵仔蚊子的特殊 都是農民自己去老種的 一個地方品種 所以在山地 沒有三個問題 所以在種大概有兩種 我看過是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看過有兩種 一種白皮 一種紅皮 但是那個肉 都脂色的 肉都紫色的 這個 有時候就是說 它的顏色 就是說 如果種不紫色出來 就比較沒有效果 如果是有辦法 沒有當時 和你栽培管理有差 你說 為什麼栽培管理有差 在 吃肥夠的時候 那個顏色才會漂亮 這就是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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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是比較沒有進度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看 看金 看這個東西 看比較真 不要說 偶爾拿材料 這樣可能比較好 這是第一 第一 第二就是說在這個 整地 整地的部分 有時候就是 不可以堵水 因為我們在山地 下水下的泥 所以這沒問題 所以 這不用擔心 那如果是要種的應該手續 這個水比較好 這水一月到四月 這時候來點 不要太慢了 你如果是超過 這個 太慢點到五月去 有時候他那時候在結 剛才吐到的 都叫炒 熱那時候糖也比較多 炒香味嚴重 所以我 這時候就是開春才來種 一直到清明這時候 更慢一點點 越後面越少 所以這個時間多好 你如果是要種子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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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 還有一層是這個白尾 白尾的水就是比較涼 但是這水有人 下水如果好 你可以去拚 因為這水沒有好拚 有的人是比較拚這水 這個人的疾管 這通常是一種 因為現在你要種子 你抵抗錢 你要去問 問看的就是 這個機械的採收 結果用人去搖就有年了 所以一般就是配合這個 機械採收的一個作業 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問 看它的機械 是對一種的 是四串鉤的 還是三串鉤的 還是三串鉤的 一種的 你自己問我好拚 如果是四串鉤 可能你就可以25公分種一張 三串鉤 可能就很串鉤一張 應該說用串鉤 因為那是硬 因為那是硬 他們的政法 我記得 在北港水 如果這方面大概一塊 可能三千 五到四千 這樣用就夠了 三千五到四千的 一個 這個 鉤子町 你要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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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來說 這個漏肥 就是 這個鉤子 可以用灑瓜施肥法 經典做過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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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四串鉤子 其實如果是 炸檔子水 還不就叫你 萬檔子水 我都叫人不要不要打肥底 那 火水比較多 你如果打肥底 如果要塗到漏肥 才會減到 也不說很好 所以炸檔子水 如果是多 也會減到漏肥 但是火水量 比較沒那麼大 要減到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你先去看看 這樣 那一般就是說 這個 有時候 嗯 差不多 靜下來後 30天 十天 十五月那時候 就一片肥 那一般是四串鉤子 就行 那是灑瓜施肥法 四串鉤子 就行 這大概是這樣 有的人就在那邊 他就等著 他就不需要再熱了 嗯 有打肥底 再來一五月 再一片肥 一片肥 一片肥之後 他的中間 甚至胖有噴臭 把它放起來 這樣 現在來差不多 如果是火水比較多 比較旺盛 他要燃燃 那燃不能再燃 燃燃燃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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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可以讓你稍微改善了解 如果過了好事 蚊子墊也可以買 人也可以自己買 買你的蚊子墊去桌 你種這個可能是 我個人是因為說 第一次你一定要做好事 這十條蚊子 十一條草香 所以這應該金菇 那種是甘蔬乙象 配合油稍微放一下 你會幫你做的 稍微做一下這個 處理有機的蚊子 最多就是這個糖的這個部分 很壞 會影響到很大的這個散流 這大概是這個情形 這我所知道的印象裡面是這樣 你可以修一個概念這樣就好了 你去看看 應該是還可以 在我們臺灣 可能現在應該是 這個最出名的這個瓶頸 應該是 臺農73 好像是 73號的 這個紫色的這個瓶頸 這個紫心地瓜是台農73號 這台農73號 我怎麼出來一段時間 這讓臺灣算出來的 我們去雜交選域的這個 這個瓶頸 可以稍微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 這個大概是這樣 這個還不錯 我個人還是覺得 這種東西真的是 多吃點地瓜 它是一個很好的 這種東西 可能以前我們都拿來做治療 因為炒香 很難吃 現在沒有 現在好吃 所以 基本上來說 這應該是可以 嘗試看看的這個地方 讓你做參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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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